人死后头伤到三恶道 多凄惨 上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 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什么也不存在了 那么人死后真的是一了百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吗 其实不然 我们那颗用于叛逼思维学习的心 也就是被现代人称为思想意识 民间称为灵魂 佛教称为灵之心识 当人的身体死亡了 灵之心识仍然不灭 而是从肉体中脱离出来 在没有重新投胎之前 可以看到亲人在围着自己坏死的肉体 哭泣哀号 而自己扶在半空中 使劲地叫唤自己的亲人 告诉他们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可是亲人们根本就感觉不到 也听不到他的呼唤 其实人死后灵之心识 会受因果业力的牵引 转入六道中的某一道 重新投胎 所谓业力 就是迎其无始以来所造之善业恶业 必受之苦乐国报 所谓六道 就是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六道的众生 分别是天人神仙 阿修罗 人 畜生 恶鬼 地狱众生 各道众生 根据各自的因果业力 去各地感受不同的国报 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六道轮回 但是 有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 依于佛陀教界 严谨行持的修行人 当正得圣道后 则会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佛同世界 六道中天人神仙 所享受的福报 是最大的 寿命最长的天人高达八万四千节 尽管如此 当福报详尽之后 临终七日 人间七百年 受尽五衰之苦 便会死亡 死后 其灵之心时 与其他众生一样 会再转入六道中的某一道 重新投胎 遭守新的轮回之苦乐国报 六道众生包括人类 如果善业成熟 则易于善之大小 转生到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 如果恶业成熟 则易于恶之大小 转生到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也就是说 同生到哪一道 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而是受因果业力的牵引支配 那么 转生到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三恶道 到底有多凄惨 都会受到什么苦报 我们下一集见 人死后 投生到三恶道 多凄惨 无论是神仙还是人类 与其他众生一样 死后会再转入六道中的某一道 重新投胎 遭守新的轮回之苦乐国报 六道众生包括人类 如果善业成熟 则易于善之大小 转生到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 如果恶业成熟 则易于恶之大小 转生到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也就是说 投生到哪一道 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而是受因果业力的牵引支配 那么 转生到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三恶道 到底有多奇惨 都会受到什么土包 畜生到众生 它包括一切 居住于地面 海洋 地底下 及空中的动物 主飞鸟 家禽 野兽 鱼类 昆虫等等 形态各异 畜生到中的众生 由于恶业较重 所致智力简单 低下鱼虫 多生累世之因果 令其受着非常大的饥渴 寒冷 酷热 惊恐 冻乱不安 且随时都处于生命被淡食的死亡边缘 食物 宇宙生活 均无既定来源和保障 同类与同类之间的互相争夺残杀 斗争 为食物而争 吃得此顿无下动 为配偶夺爱而拼杀 有时互相之间淡而食之 畜生道中的众生 无一不受着恶果 尝尽生命中的一切之苦 由于他们不惧或少具有慈悲为怀等周善念 故其造杀戮 伤生等极大乐业 而灵魂下意识中 必然会更为痛苦 受着更大的折磨 恶鬼道众生 较之畜生道 更受着极大的痛苦 以折磨 寒冷 饥饿 互相掘夺 干渴 诸多苦受 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受外丈的恶鬼 干渴无比 十二年中只能有一滴水 他们所食的 均为干的食物 受内丈之恶鬼 杜达如秋 脸细如毛发 手足之之 形同真细 而口小如细沙 他们无法吞噬食物 也无法寻找食物 苦不堪言 这取之恶鬼 异难异食 且其所食之物 会由恶业所源 变为液体 融化成金属和粪便 恶鬼道中的诸多众生 受着其业果所束缚 轮回于此道 担负巨大的饥饿 寒冷干渴 争夺的折磨和痛苦 而且他们受死痛苦的时间 更为长久 他们的一天 得算人道的一个月 而其寿命为五百岁左右 使为痛苦漫漫无其意 地狱道中的众生 他们所受之苦无有定期 以均取决于 他们所造之劣力大小而定夺 地狱道中的众生 时时受着极其冷热之煎熬 地狱道中 热地狱有八种 冷地狱亦有八种 八热地狱中 诸众生受苦程度 亦如其名 酷热 烈火 杀戮的诸多煎熬与苦楚 八冷地狱中 冰天雪地 寒冷无比 地狱道中 除此冷热地狱之外 尚有孤独地狱 无间地狱 金刚地狱等 不管是属何种地狱之众生 均痛苦无比 或其处冰窖严寒之斗 或其受火海烈焰之烤 酷热于严寒 无时无地 不威胁着地狱道众生 其受苦之程度 生不如死 受苦无限期 人死后 投生到三个道 多凄惨 下 人死后 虽然生死 但业力不灭 灵志心时 必然沿着业力 所支配的轨道 继续在六道中投生 受六道轮回之苦 也许有人会说 我没有欺男霸女 坑蒙拐骗 烧杀抢夺 所做的事情 都对得起良心 所以死后 不会堕着恶道吧 实际上 这是不明因果 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欺男霸女 坑蒙拐骗 烧杀抢夺等 这些都是大恶 死后直堕恶道 遭受无尽之苦 而大部分人 往往是自己在行恶 却不以为自己 这是在作恶 如杀生 人们往往觉得 杀死一只蚊虫 不算什么 并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而实际上 无论是大生命 还是小生命 也无论是畜生 还是人 麒麟之心 时是一样的 杀死一只蚊虫 一头牛 一只大象 与杀死一个人 都犯下了伤生害命的罪业 你今世杀死一条性命 来世就要偿还 这就是因果 再入无妄语 为了赢得自己的利益 去损害他人利益 而说的假话 再比如 日常生起的怨恨 出口伤人的恶语等等 这些行为都属于恶行 同样都会因果成熟后 受到恶的果报 佛陀告诉了我们 人死后的真相 当我们知道死后 都要去偿还恶报时 大家都会害怕恐怖 都会问 我们有没有办法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不再受三恶道之苦呢 有 只要如法学习 真正的如来正法 按照佛陀的教诫 修正自己的行为 把自己修成一个 好人善良的人 如法的学到真正的佛法 正到圣人的道境后 就可免受轮回这痛苦 往生到佛陀世界 常想幸福快乐了